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3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在昨晚英國、歐盟、美國、加拿大 是聯手展開了針對中國的制裁措施 由此可見 西方對於中國的包圍網逐漸形成 第二單消息 在昨天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到訪了中國 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面 在這次會面之上 拉夫羅夫提出 說中俄應該要展開合作 減少對於美元 以及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支付系統的依賴 其實他就是想搞一件事叫做去美元化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英、歐、美加聯手制裁中國的情況 其實這幾個國家 他們的制裁名單是完全一樣的 可以證明得到 其實這幾個國家背後一定是有針對的 所以這就是屬於集體行動 不是歐盟自己單獨行動 只不過之前一路透露的風聲 都是說歐盟會制裁中國官員 原來搞得出來是這麼大的 好了 這一次的制裁名單當中 當然啦 那幾名的官員 以及那一個實體 你說那個實際意義是否這麼大呢 我看就不是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因為那些新疆官員 好話不好聽 就可以用原積器 大陸隨時可以找其他人到頂上都行 但是啊 今次西方社會這個聯手行動 那個象徵意義 遠遠高於實際意義了 因為今次就是 西方國家他們聯手制裁中國的 行動開端來的 那究竟後續還會有什麼行動呢 那就真的要持續觀察才知道 而且這件事也很視乎 究竟大陸的反應是怎樣的 如果大陸的反應是相當激烈的話 就像今次這樣 無疑就令到歐洲議會的議員 都很難下台的 他根本上就沒辦法找到一個下台街 因為現在中國一下子 就制裁了十名歐洲人士 其中有五名就是歐洲議員 那群歐洲議員的眼中肯定 就是覺得被中國踩到上心口 所以這群人和他們的所屬政黨 那個反應也是非常激烈的 歐洲議會最大的政黨 歐洲人民黨的主席韋柏 在Twitter上說到 說中國攻擊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議員 是體現出北京對於民主的滅視 歐洲議會是不會退縮的 他就呼籲歐盟要準備對中國的反制措施 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沒完沒了 其實中國的一種激烈的戰狼外交思維 也都是正中下懷的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中國不是即日 就已經反制了十名歐洲人士 和幾個實體 可能歐洲議會方面的反應 也不會那麼激烈 因為是他們制裁中國 但是現在中國的反應這麼強烈的時候 就變成他們的反應又很強烈 而且他們又開始推動要再反制 反制離反制去的時候 只要是任何一方不願意停下來的時候 就只會搞到整件事越來越和 當然大陸那種戰狼外交的應對方法 對於大內宣來說就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能夠提振到大陸那種民族主義的激烈情緒 使得那群小粉紅很興奮 在微博上又說到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 不是120年前的中國 不是新丑條約時候的中國 在大內宣方面是很有效果的 但是在國際社會實際的操作上 就是有反效果的 大家現在看到了 那個反效果就出來了 起碼來說 中歐投資協定就會蒙上了一重的陰影 至少現在那些歐洲議會的議員 都開始說要反制中國的時候 那這些人還會不會那麼順滩 在表決當中贊成呢?是不是? 肯定就多少會影響了他們的投票意向的 除此之外 就算有些人本身是想軟皮蛇的 他本身是想軟弱的 但是當他面對著大陸那種戰狼外交的時候 一旦他軟弱起來 分分鐘他本人也會受到民眾的唾棄 因為這些人是要向民眾問責的 他們是要向選民問責的 他們不是向北京問責 不是向政權問責 所以那些民眾就會密切地注視 到底當他們面對著北京施壓的時候 他們會採取什麼反應呢? 所以搞來搞去的時候 就變成了這些人 他們想退下來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真的不理解 其實大陸那種戰狼外交思維 他是想達到一個什麼的效果 因為你硬的時候人家又硬 人家硬的時候你又更硬 這樣繼續硬碰硬下去 就只會令到那個的後果越來越和 好了 究竟現在這次 這個英歐美加聯手制裁中國的行動 是不是代表著 這個針對中國的包圍網 已經是形成當中 當然我覺得是要觀察下去的 到底這次他們的行動是偶一為之 定益或到最後會演變成為一個行償的機制 當然大陸就會很顧忌後者 參照美國的例子 當他們展開了制裁的行動以後 他們時不時就會加一些人名上去 所以這次究竟這個聯合制裁行動 它會是一個什麼的本質呢? 當然還要看下去 現在就不知道 因為只有一次而已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會再看看 這個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訪華的情況 他在昨天展開了為期兩天的訪華行程 他就強調當前的中俄關係是處於歷史最好的水平 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繼續加強 雙方在國際高水平的協助 他就批評美國等西方國家 已經是拋棄了傳統的外交禮節和處事方式 美國就動輒使用制裁的本能 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他還說 美國等西方國家應該要清楚 制裁是毫無益處 也都是不明智的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重點來了 拉夫羅夫說到中俄應該強化在聯合國框架底下 就著立即結束單邊強制措施開展合作 並且應該借勢增強自主科技創新 不斷提高國家實力 此外還要推進利用本國貨幣結算 以及可以替代美元的其他國際貨幣結算 逐步擺脫由西方控制的國際支付體系等方式 降低制裁所帶來的風險 這個所謂國際支付體系 其實就是所謂swift 即是說那樣東西 拉夫羅夫很大上頭 他這樣搞的時候 其實就想拉攏中國一起 去搞去美元化 擺脫美元結算 擺脫這個swift 問題就是到底這件事的可行性是大不大 我自己就覺得在目前這一刻來講 就純粹真的只有一個講字 因為現在美俄關係又鬧得那麼僵 同時中美關係又鬧得那麼僵 現在中俄走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要找一些議題出來說一下 他就是找這些東西出來說 但是到了最後可能只是留於一個構思的階段 因為當你實踐起來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國家是會跟隨你一起去美元化 只是中國和俄羅斯去搞去美元化 是沒有用的 到其時就只會變成是遺奴而已 雖然你說中國已經是進佔到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了 俄羅斯就排第十一 問題就是中國在聯合國框架裡面 當然他的優勢現在就很大了 因為中國已經擁有著很多亞非拉的盟友 很多都是發展中國家 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不是那麼高的國家 就算那些國家願意跟隨中俄兩個大國一起去美元化也好 但是如果那些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國家 他其實是不會理會你的 因為現在排在頭十位的國家 第一當然是美國 第三就是日本 跟著德國、英國、印度、法國、意大利、加拿大、韓國 除了韓國的態度比較曖昧之外 其他的國家是一定不會理會你的 就算你說韓國到最後如果真是中俄去搞去美元化 他也是會舉期不定 他也是猶疑不決的 所以如果真的搞這件事 就變成好像要孤立了自己 所以你說會不會搞呢 我想在這一刻搞的機會就很低了 而且還說要擺脫SWIFT 擺脫SWIFT之前也有一家銀行做了 那家就叫昆倫銀行 如果你真的要擺脫的時候 是等同於自主地跟美國進行金融脫歐是沒有分別的 那究竟會不會搞呢 我看這個機會在這一刻就不是那麼高了 只是看看大陸怎樣三身五零 就說美國的所謂制裁 在香港就沒有法律效力 但是大家就看到那些被制裁人士 有些個別人士 他就在中資銀行那裡是成造了樓宇的案揭 那他不一樣是照還清 那為什麼要還清呢 他就是為了避免那家銀行 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 那些銀行他打開門口做生意 他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那他唯一擔心的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擔心美國可能會有什麼懲罰 甚至乎是會採取疑似制裁等等的行動 就是顧忌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大陸真的說要推動這個去美原化的時候 那你也不用理會他 你就繼續照做他的生意 但是大家看到實際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的 當然我就不會質疑大陸有部分的官員 他們真的想做到去美原化這個狀舉 但是如果從理性的角度出發 我就不相信大陸是會謀言走出這一步的 不過現在大陸那些戰狼外交的思維 就主宰了很多東西的 那究竟會不會走到最後就變得很不理性呢 那就不知道了 那在西方國家聯手制裁中國之際 俄羅斯外長選在這個時候來訪問中國 某程度上就是標誌著 世界就開始真的走向兩極化的情況了 就是發展出到最後會有兩個陣營出現的 我相信那個走向就會是這樣的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